各位同學,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非常開心,今天又可以為你們帶來一集邊騎邊公購的影片 那麼呢,所有在期待老師一路往南的特級報導的同學們呢 抱歉,老師呢,將這個行程延後了一個禮拜 為什麼呢,因為剛好這禮拜我們在過端午節 那麼老師自己的習慣是呢 所有不管是台灣還是美國重要的節日呢 我都一定會把時間留給家人 那麼也希望呢,提醒大家就是說類似這種有沒有重要的台灣節日啊 還是說美國的節日啊,盡量把時間留給家人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呢,最近很多人來信問老師說 老師你G-Class到底有沒有拿去退啊 然後還很多人叫我拿去退喔 抱歉,沒有捏 我其實還蠻喜歡我買的這台G63 因為我覺得買車就是緣分 其實我在買之前,我真的是看了非常多的G-Class 不管是G50還是G63,我看了好幾台 但是呢,有時候就是一個車員 就算車在心也就是沒有什麼意思 那老師呢,其實非常喜歡我現在買到的這台車子 那麼呢,都還沒改,怎麼可能將它賣掉或拿去退呢 同學們,你們想太多了 雖然這台G-Class呢,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它終究還是一台我夢想中的一台車子 那好不容易呢,可以將它入手了 先讓我改完再說 先讓我改完再說 那麼我也會好好的先享受一下好不好 不過呢,再次感謝所有的觀眾呢 長期以來對老師的支持 長期以來關心老師的髮量 你們真的很機車耶 再次強調 對啦,我頭髮的髮量變得越來越少了 但是呢,這個真的不是我們頻道的重點 真的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好啦,今天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呢 我相信很多,不管是在台灣還是說 世界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們 有看到媒體 就是報導說,我們西雅圖現在有一個 自治區 也就是說完全無政府 沒有任何警察的介入狀態下 的一個區域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區域的產生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應該知道說 美國上個月有一個非常嚴重的種族方面的議題 也就是說那個警察過度執法 那這個已經在美國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這是一個種族方面意識的問題 雖然我知道說 每個人對這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我個人也是覺得說 真的是很痛心啦 那我們全美國呢 其實很多人為了這件事情 非常的憤怒 非常的生氣 那尤其是像老師 是一個老師嘛 我是從事教育的 那有關於學生的這種心靈上的輔導啊 心靈上的安慰 這都是我們當老師該做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說 這件事情真的對我來講 有非常大的 非常深層面的這種影響 所以呢今天 會有這個自治區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全美國的這種種族意識方面的問題 還是美國他們歷史當中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雖然很多人都說 美國呢是一個非常棒的國家 非常自由的一個國家 但是呢 再怎麼好的一個國家 還是有它的缺點 也就是說呢 再怎麼完美的一個人呢 還是有它的缺點 好不好 那老師今天呢 會之所以要帶你們去看我們西雅圖這邊的自治區 就是因為呢 我想要用我們這邊當地居民的視角去看這一件事情 那我也知道說媒體呢 通常呢在報導一些新聞的時候都會比較浮誇一點 都會加油添醋啊 或者甚至做一點效果 那麼呢 在這一個消息出去到台灣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就是台灣的朋友啊 家人啊 都會前來關心 但說真的 我真的不覺得 就是說有影響到我的個人安全還是什麼 不過我也必須要說喔 現在這個自治區呢 已經是非常多當地居民喔 那個區域的居民的 怎麼講 非常頭痛的一個問題 那我今天呢 就想要藉此呢 帶你們去看一下我們西雅圖自治區這個地方 它所潛在的一些問題 還有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自治區 的這個原因喔 不過首先你們看 我們西雅圖的交通 又回來了 OMG 這時候騎車真的是很痛苦 而且再加上我們現在非常熱喔 不過說真的 西雅圖再怎麼熱呢 都沒有台灣來的熱 好不好 我們西雅圖今天這個天氣已經算非常熱了 我們如果以台灣的這個溫度來講 應該是差不多 26、27度 我覺得今天應該是28度有 非常非常熱 但是 很奇妙的是 我們西雅圖這麼熱啊 夏天這麼熱的時候啊 晚上還是非常的涼爽 有如在那個溪頭的感覺 很涼啊 除了涼以外也非常的乾爽 非常的乾爽 所以呢 晚上基本上是不用放冷氣 也是非常的舒服 同學們 如果有家人 親戚或朋友呢 是在西雅圖的話 非常建議 非常推薦 暑假可以來西雅圖 好啦 再回到我們今天的話題 就是我們西雅圖的自治區 這個地方呢 有兩個說法 有兩個名稱 第一個名稱叫做 Autonomous Zone 所謂的Autonomous 就是說自治的意思 民眾自治 另外一個 最近比較常在我們美國的媒體報導的名字 叫做CHOP C-H-O-P C就是代表Capital 那H就是Hill 我們這個地方叫Capital Hill 也就是呢 這個自治區現在 所設立的一個地點 那OP是什麼呢 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Organized 然後P就是Protest 就是說呢 有規模性的一個抗議 或者OP 也可以說occupied protest 那occupied就是說 佔領的 佔據的意思 那我相信呢 最近比較多人呢 聽到這個自治區的名字 叫做Chop 所以今天老師就要帶你們來去看一下 好現在呢 我們基本上已經快到Capital Hill這個區域 哇這個坡真的有點斜 來轉向一下 那其實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很有趣的酒吧 再加上一些很有趣的餐廳 那常來西雅圖的朋友應該也有聽過 有一個叫做Starbucks Reserve 也就是呢 我們西雅圖一個非常有名的高級 新巴克的這種景點 我們Capital Hill呢 其實我個人非常喜歡 因為文化特色非常的榮厚 其實我們西雅圖啊 也非常多的這種有沒有很前衛的 站在我們時代的前端 也就是說呢 社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議題啊 我們西雅圖基本上呢 都是全美國前三的城市呢 會去注重會去注意的 所以我覺得西雅圖是一個很棒很棒的城市 哇你看我們現在其實這邊有非常多的 這些商家呢 都是以木板呢 把它直接蓋起來 有沒有看到 不過再次強調一次呢 老師呢 其實更非常的支持民權運動 還有就是社會議題的awareness 就是這種覺醒 但是呢 老師非常譴責 非常非常譴責 就是說呢 假借這個民意的人呢 去打劫 這些人真的是非常的可惡 然後也會害就是說 我們這些正義的發生的人呢 害他們呢 被這些媒體模糊焦點 所以呢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譴責 好啦 那老師呢 現在已經快到了 我們所謂的這個Chop 或者是說 自治區 的這個現場 那我們現在就帶你們 來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說真的 我很喜歡Capital Hill 你看 有非常多很漂亮的這種文化藝術 還有再加上說 這邊有非常多新潮的餐廳 餐館 好不好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酷 好 我們把摩托車停在這邊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已經到我們西雅圖所謂的Chop 也就是說 西雅圖這邊的自治區 那再次強調一次 這一個自治區呢 之所以呢 會形成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呢 去帶領其他的城市 繼續的去關注有關 我們這個種族方面的議題 你看這邊我覺得是最漂亮的一個地方 這邊呢 是我們 我覺得西雅圖真的好棒喔 一個城市 你看 我們這邊就直接噴著一個 Black Life Matters 的這個字眼 而且呢 你如果從天空這樣照下來用空拍機的話 每一個字母呢 都有非常漂亮的圖案 好不好 所以呢 很多人說這個自治區很恐怖很危險 有人被開槍 沒錯 它確實有它潛在的一些危險 比如說像你看我們這邊周遭所有的一些商店喔 確實是有點就是受到影響 現在政府呢 基本上已經跟當地的人民 就是在做相關的一些協調 好不好 做相關的一些協調 那其實說真的我們的市長呢 也非常的支持 類似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呢 我個人是覺得說西雅圖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我真的很開心 我們西雅圖是這個樣子 我說真的這個字真的好漂亮 你看我們西雅圖就是這麼的棒 這麼的漂亮 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呢 周遭的整體的環境都非常的舒服 其實講到種族歧視 我說真的啦 在西雅圖呢 其實台灣人也會歧視自己台灣人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蠻可憐的 講到種族 我覺得 再怎麼樣 By the end of the day 都是人嘛 都是人類好不好 那 我覺得沒有任何一種種族呢 是比 其他種族來得更優越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呢 真的是有問題 必須要再多多的教育你自己 那一天呢 我看到一個PO文 他說 如果你不喜歡多元化 你不喜歡 這個各種種族 不喜歡各種的人種的話 你一定會不喜歡天堂 因為呢 天堂基本上 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樣的人 都在那裡 好不好 所以呢 記得 如果你是一個不喜歡多元化 不喜歡各種種種族的人 天堂絕對不會歡迎你 好不好 說真的 我現在看到的呢 所有的狀況 齁 基本上就是 就是 有一些人呢 會在這邊 還是繼續的 宣導有關種族意識方面的重要性 那我也有看到呢 有很多人呢 在這邊就是擺攤子賣東西 那賣的產品 基本上都是跟 種族意識方面的議題有關係 那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我真的對西亞圖很驕傲 這邊有一些 抗議的人呢 他們的情緒比較激動一點 那我覺得他們絕對有他們生氣的理由 為什麼 因為呢 尤其是George Floyd這一件事情 讓我們全美國的人民呢 非常非常的憤怒 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還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非常推薦同學們 可以做一點研究 好不好 哇 你看這邊有非常多很漂亮的圖七 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西亞圖是一個很棒的城市 每一次呢 只要美國有一些非常重大的議題 社會議題 我們西亞圖絕對是 前三 的城市 前三名的城市呢 去發出聲音 發出正義的聲音 那我真的為 住在西亞圖 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非常的驕傲 你們還會覺得我們西亞圖很恐怖嗎 而且這個區域只是小小的一區而已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也希望媒體不要亂報 不要亂報 我們西亞圖真的是很棒的一個地方 我真的是身為住在西亞圖的市民呢 感到非常的驕傲 現在這邊周邊的這些店家怎麼辦 我還是覺得是有點遺憾 就是說 因為這個民權運動 造成周邊所有的這些店家 沒有辦法就是正常的營業 或者是有一些潛在的危險 感到有點遺憾 但是呢 也希望呢 可以快一點平息 你看好多的這種突漆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再次強調一次就是說 我非常的支持就是 有關這種民權運動的抗議活動 但是呢 我個人呢也非常譴責 就是有關 藉由抗議 藉由抗議還有這種民權運動 去趁機打劫的人 我真的是非常譴責 那也希望呢 大家不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呢 你們會害這些正義的一面 正義在發生的這些人呢 被這個媒體模糊焦點 所以呢 個人也是非常非常的譴責 那住在西雅圖這邊的朋友們呢 記得 如果就是說 剛好人在西雅圖的話呢 可以就是來看一下我們這個自治區 到底是發生什麼一回事 然後其實周邊還有非常多 不一樣的這種餐館、餐廳 都值得你們來這邊 繼續為我們當地的一些生意去做支持 不管是Capital Hill 或者是說 我們這個中國城的生意 我也是希望呢 大家可以藉機 去做一下支持 去支持一下 好不好 因為呢 說真的啦 一個社會的改革 一個政策的改革呢 必須是要有相當的犧牲 我相信呢 美國現在就是在經歷這一個階段 那身為在美國生活的我呢 也是希望呢 大家可以更正面的 更努力的去教育自己的這種知識 更努力的去教育自己的知識 更努力的去學習到底這背後的議題 為什麼會延伸到今天這樣子的地步 好啦 這是看你老師 希望呢 今天 老師為你們拍的這一集 有關我們西雅圖自治區 這一個報導呢 你們會學到一點東西齁 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